大家好 我是你们老婆喵哥 尽管这个车内的后视镜的调节 有很多很多的教学 但是呢 还是有朋友跟喵哥说 那喵哥还是给大家这个 做一做 我们如何去调节 车上的几块后视镜 千万别有的是两块啊 因为你的不是摩托车 是汽车 汽车基本上都有三块 除了左右两边的外面后视镜 还有车内中间那一块后视镜 那一块不是化妆镜 那块是后视镜 不是用来你 不装用的 在调后视镜之前 建议大家 找到一段平躺安全的道路 一定要确保安全 千万不要把车 停到红绿灯路口去调后视镜 这样的话是非常不安全的 好 现在喵哥就跟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在调节后视镜之前 不是直接调后视镜 而是要先把我们的坐姿调好 因为你开车的时候 如果你的坐姿变化了 比如说我个头矮一点 我往前面坐一点 那我后视镜 我看到了这个视距就变了 如果我个头高一点 我后面坐一点 那我后视镜看到了这个 内容它又变化了 所以第一步调坐姿 坐姿怎么调呢 我们先把我们的坐凳 靠背不要调得太斜了 有些朋友喜欢坦的开车 这样子是肯定不行的 虽然坦的很舒服 但是对我们开车的安全是不利的 所以稍微调上来 微微先后倾斜 找到一个先对舒适的一个坐姿 但是不能太倾斜了 然后把坐凳的前后距离调下 调节到你的脚 正好能够把你的刹车完全踩下去 而且踩下去之后 你这个脚还有轻微的弯曲 而不是踩下去之后我就直了 然后自然坐姿之后双手伸直 你的手腕腕关节 正好能够搭在方向盘的上沿 这个位置 这个坐姿就基本上合适了 然后我们再来调节车内的后视镜 调后视镜的时候 首先找到你后视镜的调节按钮 左边右边 然后方向键上下左右 找这个地方先激活 有些车是在方向盘后面这个位置 有些车是在你的主驾车门这个位置 反正大家一看基本上就能找到 现在我们来调一下左边后视镜 左边后视镜 首先我们调一下上下距离 天空占一半 地面占一半 我们看到后视镜中间 后面远远的地平线 在地平线上天一半 地一半 左右的话 我们注意看我们的这个车身 与后面的视野之间的关系 在四分之一左右 可以看见我们车门的两个把手 这个位置就正好了 右边后视镜的调节方法 跟左边有六个区别 首先我们同样的是来调一下的上下 右边后视镜 由于我们的这个视距的不同 所以我们在调节上下的时候 需要把天和地的这个比例改成三分之一和三分之二的关系 也就是天空占三分之一 地面占三分之二 调完上下之后 我们再来调调了左右 跟左边的后视镜是一样的 依然是把车身在后视镜里面呈现的画面 占据后视镜的四分之一左右 分界线就是我们的这个地平线 调好左右的后视镜之后 别忘了啊 很多朋友会忘记的一个中间后视镜的调节 中间后视镜很重要啊 我们一定要把中间后视镜把它调到 把整个后窗呈现出来 中间后视镜呢 它是个平面镜 而左右脸面的这个后视镜呢 它是凸镜 所以呢 我们在实际看到的景象里面 左右脸面的后视镜是视针的 只有中间后视镜这块镜子 这个景象 它是接近真实的 所以我们在调的时候 注意 一定要把后窜留出来 由于后窜对于我们中间后视镜的这个视距啊 是一个很重要的窗口 所以喵哥个人建议大家千万不要在后窜上面 这里面放一些东西 尤其是放一些什么抱枕啊 这些东西 你看像我是特意放了一个抱枕做演示 我一会是把它拿起来 这些东西呢 对于我们后面的后视镜遮挡很厉害 这样的话 不便于观察我们左右后视镜 中间这一个区域 一个蚌区 因为这个蚌区的话 只有这个中间后视镜才能够看到 通过喵哥给大家所讲述的办法 把这个三块后视镜调好之后呢 可以极大地减少我们用车当中的蚌区 获得更好的视镜 好了 以上就是喵哥给大家分析的 如何去调我们车子的后视镜 如果大家觉得喵哥讲得对于帮助 讲得还实在 给你讲清楚了 给喵哥点个赞 给你关注好不好 天气这么冷 我在外面拍视频也不容易 手都冻僵了 好 谢谢大家